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今集尋找Leica故事 我们继续讲Leica的镜头 在讲Leica的镜头之前 如果你未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 再次回来的朋友 未订阅的话 更加要订阅 今集我想讲的就是Leica 75mm AA 镜 这支镜头是由2005年开始生产 到现在还在生产 属于当代镜 镜身里面有7个Element 分为5组镜 可视角度大概是27度 属于窄 当然 因为是长镜 最近对焦距离大概是0.7米 27寸左右 光圈叶有9片 Bokeb 拍照的散景 我自己觉得很圆 当然 它不是像Sony GM镜 做到整个圆形 但对于我来说 效果 稍后大家可以看一看照片 我都觉得很圆 说明这支是F2镜 即是最大光圈是F2 2光圈 最小的亦是16光圈 Filter Size是49mm 谈到这支镜的Lens Hood 其实它已经像其他现代镜 当代镜 是已经表现在里面 即是我只要伸出来 就可以用到这支镜的Lens Hood 谈到重量方面 这支镜 叫做中等重量 尤其是Lekar的镜头 都是比较扎实的 大概是427g 好了 讲完SPEC之后 我们看看我用这支镜 去拍的街拍作品 对啊 街拍不一定是35mm的专利 75mm我觉得 用来做街拍其实也不差 如果有留意我这个频道的朋友 都会知道 其实我暂时还没有Lekar机身 所以我今次所分享的照片 都是用这支75mm AA镜 去到加上Sony的A7R2和A7R3去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